再来看的也是一项很棒的研发 公园院28号宣布与脊椎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合作 开发出第二代轻型行动辅助机器人 让原本坐在轮椅上的商友 能够轻松地站立坐下和行走 公园院28号宣布与脊椎损伤潜能开发中心合作 开发出第二代轻型行动辅助机器人 透过动力辅助 让原本坐在轮椅上的脊损伤者 也能够轻松地站立坐下和行走 我觉得今天对我而言觉得意义非凡 因为不单单是我有起来行走的渴望 和这样的梦想 我觉得今天能够把这个梦想分享给更多 脊椎损伤中心的朋友们 然后能够让他们能够敢开始再去做梦 除了脊椎损伤又感动地分享经验外 这次公园院与日本天目石科 台湾分公司与卫福部桃园医院附建科的临床合作 台湾在机器人研发技术上已经相对成熟 在研发上面可以尽快的加速 让它在方便性 使用性 安全性等等都能够更精进 那更精进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 有对应的法规可以通过 让它可以赶快可以商品化 机器人抢医疗商机 经济部工业局预估 今年台湾智慧自动化 产业产值将从去年的9000多亿元 攀升到一兆以上 台湾机器人产业 掩蓝成为下一个科技明日之星 联合报系李巡英 吕小禅 桃园报导 李巡英 桃园报导